今天最主要有三個事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分別是美國最新公佈的通脹形勢 以及G7沒收俄羅斯資產最新的變化 以及金磚壯大對美元匯價影響等等 大早晨 今天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 歡迎大家收看《才擊早餐》這節目 先看美國最新通脹形勢 繼星期三晚美國公佈五月份的消販物價指數 按年比輕微回落到3.3%之後 昨晚美國公佈出同一個月份的生產物價指數 按年比的數字亦見到回落到2.2%的水平 兩個數字相加大大提前市場對聯儲局減息的預期 按美元利率期貨價格比法顯示 現在市場估計聯儲局11月份減息的機率 是達到100%的 而9月份的減息機率 亦都有是69%的 好了 轉看回G7了 昨晚七角集團在網上舉行了領袖峰會 會上他們終於達成了協議 就是將俄烏戰爭而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它所產生出來的利息 是作為一筆借給烏克蘭軍費資金的擔保 當中涉及的金額達到500億美元 這個協議和最初美國提出的版本 可以說是不一樣的 最初美國想要將俄羅斯的利息 將它沒收 以及送給烏克蘭作為軍費之用 現在變成只是借給烏克蘭的資金的擔保 所以在這次七角達成的協議 從字面上看下去 就不等於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有待澄清 不過這一切看下去都不太重要 因為七角走到這一步 相信亦足以令到全球其他央行 對持有七角國家的貨幣作為儲備有戒心 可能會令到他們更加願意 將資金投去黃金作為儲備 現在市場正等俄羅斯對上述事件的回應 擔心俄羅斯或同樣對境內歐盟的資金 作出報復 這是對昨晚歐洲股市 以至歐元的匯價 同時造成負面影響的最主要原因 好了 轉體另一則消息 金磚國家外相會議 正在星期二在俄羅斯舉行 這是金磚國家抗原後首次的外長會議 中國外相王毅就呼籲 金磚國家應該扣建新型多邊合作機制 去加強金融和貿易的合作 現在市場正關注在10月22日和24日 在俄羅斯舉行的金磚領導人峰會會議時 會不會有更多國家加入這個組織 由於金磚國家傾向以本幣作為組織裡的交易貿易資用 所以這個組織的規模越是龐大 可以視之為對美元是越是不利的 好了 今天講的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